这个男人站在及时的小汽车上 突然,他一跃而起拔除配件 一辆押运卡车瞬间被劈成两半 卡车上的一个花脸男子 跳到小汽车上成功逃脱 他叫鲁邦 是一个拥有超高智商 并且身怀绝技的江湖大道 虽然以偷盗为生 却是一个行侠仗义的怪盗 这次,他的目标是一个笔记 据说笔记中记载着保障的位置 13多年的笔记 即将在巴黎美术院的展会中出现 鲁邦在投走笔记之前 还特意告诉了展会馆的工作人员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笔的时候 旁边的女保安看出了端倪 此时鲁邦的死对头 国际刑警队长也赶到了会场 化身保安的鲁邦释放出烟雾弹 然后顺利的溜走了 在会场乱作一团的时候 女保安趁机拿走了笔记本 原来女保安的目标也是笔记 可拿到手后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狡猾的鲁邦给调走了 鲁邦拿着笔记正洋洋得意时 却被从天而降的同行伯二子抢走 鲁邦气得咬牙切齿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不但白忙活了一场 还被追过来的警长抓住 女保安却用降落伞成功逃走 伯二子拿到笔记后 转手将他卖给了一个教授 一个军官发现笔记中的窃听器 于是伯二子被抓了起来 得到笔记的教授发现 钥匙根本打不开他 鲁邦被警长关在了车里 警官正高兴时 鲁邦的两个兄弟赶到 一顿出神入化的操作 救出了鲁邦 逃出来的鲁邦按照跟踪器 定位来到了女保安家里 两人的一番交流下来后 得知女保安名叫丽雅 是一个迷恋笔记作者的女大学生 其实笔记的钥匙有两把 一把就在鲁邦手里 为了解开笔记中的秘密 两人决定合作 一起来到了存放笔记和钥匙的房间 看着多层加密的保险柜 鲁邦竟然不费春会之力 轻松地打开了 然后拿出了里面的日志和钥匙 可是单有钥匙还是打不开笔记的 还需要输入几个字母 要按照字母的顺序旋转钥匙才可以 不然就会触发笔记的爆炸器官 可丽雅并没有听信鲁邦的话 她心急地插用钥匙 果然启动了器官 情急之下 鲁邦想到了一个关键词 在最后关头打开了笔记 日志里面用了多种语言记录着 一个叫日时的能量装置 还标记了具体的位置 破解完之后 丽雅就用枪指的鲁邦 这个男人拿着皮鞋 派晕了飞机上的看守 然后偷偷摸摸地躲在教授的房间 听到他们想要利用笔记中的能源 复兴德国的计划 军官听到动静后 打开了门 丽雅走了进来 原来她是被教授收养的女孩 利用鲁邦打开笔记 这一切都是教授的计划 他们全都服从一个叫做遗产协会的组织 破解完笔记本的内容后 鲁邦也得知自己被包围了 然后被人压着关到了仓库中 这里面还有之前被教授关起来的伯二子 没想到伯二子早就解开了手铐 他轻松地放倒了两个守卫 换了身衣服后 驾驶着飞机逃走了 鲁邦也捡起钥匙逃了出来 此时躲在房间里的他 看着反对教授计划的利亚 被军官注射了催眠记后 然后被推下了飞机 鲁邦也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 急速坠落的利亚也醒了过来 他爬到了旁边鲁邦的身上 两人正手忙脚乱死 伯二子驾驶着飞机及时赶到 他们才在空中有了一席之地 可教授的飞机也追了过来 不二子的飞行技术虽然一流 还是被榴弹击中了飞机尾部 飞机急速下坠 危机时刻鲁邦的两个兄弟也赶了过来 成功地接住了几人 没想到小汽车也被打坏了 一行人在荒漠中正不知所措时 鲁邦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呼唤了刑警的队长 透露了自己的位置 突然队长驾驶着飞机 激动地来抓鲁邦 却被鲁邦做得假人欺骗 而真正的鲁邦 正准备驾驶队长的飞机逃跑 队长不甘心地用鞋勾住了飞机 然后就被鲁邦捆了起来 他把听到的教授的计划告诉了队长 希望借助国际刑警的利昂阻止教授 丽娅也在一旁 小只以情动之以理 队长终于脸红地答应了 中途飞机加油的时候 鲁邦告诉丽娅 打开笔记的关键词 就是丽娅的名字 原来丽娅其实就是笔记作者的孙女 而教授就是杀害她一家的仇人 收养她也只是为了找到笔记 鲁邦在投停的时候 也将真正的笔记掉了包 看到笔记后的丽娅 激动地拥抱了鲁邦 军官和教授发现笔记被掉包后 虽然气愤 但还是来到了笔记中标记的位置 他们来到了不满机关的山洞 因为没有笔记本 在一名队员领了盒饭后 教授只能无奈地乘坐飞机回去 鲁邦看着教授他们离开了山洞 于是带着大家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不满死亡激光的走廊 只能凭借身体的灵活度通过 鲁邦在走廊镜头 看尽了爷爷的礼貌 忽然来了灵感 他拿起好兄弟的帽子 朝走廊扔了出去 然后躲闪着激光的同时 还拿走了爷爷的手杖 当鲁邦一行人进入到山洞之后 在日志的指引下 顺利地通过了所有的关卡 就在这时 教授突然出现 原来刚才坐飞机离开的 只是他的几个手下 他们上当了 随后几个人被绑了起来 教授激动地重启了日食 随后 教授几人飞到了空中 山洞开始崩塌 鲁邦一行人也剪开了绳子 逃了出去 随后驾驶着教授的飞机上去 鲁邦的两个好兄弟 一个用枪打中了飞机的引擎 另一个用配件 弹掉了飞机的翅膀 此时教授利用日食 发射了一个黑洞到地面上 鲁邦他们乘坐的飞机 险些被吸进去 教授被日食的力量冲碰了头脑 他表示自己不再需要任何人 要凭借日食的力量征服世界 纳粹的狂热分子军官表示不同意 在他心中只有总统 才能拥有日食的力量 他将教授打成了重伤 然后举起枪对准了利亚 就在这时 飞机的对讲机里 传来了遗产协会的声音 用军官带着日食来巴西见总统 军官听说总统还活着 显得格外的激动 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巴西 在那里见到了总统 总统夸奖了军官 并让他把自己带到飞机上 教会自己操作日食 原来这一切都是鲁邦的计划 他们早就挟持了巴西的协会总部 自己又假扮总统 然后打开了黑洞 准备破坏掉设备 经过一系列打斗后 军官被黑洞吸走 鲁邦也利用了一个棕绿装置 回到了地面 他还把利亚的论文 寄到了波斯顿大学 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的利亚 反动得不知所措 鲁邦与利亚告别后 又开始了自己的怪盗之路 故事到时就结束 这一词